我數1、2、3一起來啊 好 1、2、3 這個 不行 這個只有館長可以而已 嗨 我是OBC的Michael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沒有沉迷過線上遊戲呢 我自己是一個線上遊戲的重度玩家 從天堂一路玩到RO 然後天堂2 最後就是玩到魔獸世界了 講到魔獸世界啊 裡面有一把傳奇的武器 它是從魔獸爭霸一路橫跨到魔獸世界 非常的經典 只要你是魔獸系列的玩家 一定會記得這把武器 這把武器叫做雙之哀傷 雙之哀傷在魔獸世界3.0 巫妖王之怒的時候 曾經推出過實體版本 一把很重很重的實體劍 事隔十幾年之後 現在又重新推出了復刻版本 我有一位朋友 他是線上遊戲周邊的收藏家 我近期得知 他已經買到了新版的雙之哀傷 而且他連舊版的都有 我們當然要邀請他來 為大家開箱一下 看看新版舊版 到底有哪些差異 讓我們來熱烈歡迎 這房間沒有老婆的主理人 杜翰 大家好 我是杜翰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你這麼生疏嗎 當年畢竟是一起 挑戰巫妖王的戰友嘛 是 那時候一直卡關卡了很久 然後好不容易 請到我們的杜翰大大 支援了一支狂戰 來幫忙 才終於順利推到阿薩斯 因為他的角色塑造的是真的是 還蠻特別 他從一個非常絕對正義 然後變成一個絕對邪惡的一個角色 悲劇英雄嘛 你在過程當中把老師給幹掉了 把好朋友打成失憶嘛 然後女朋友也離他而去 對 然後還殺了他爸爸 我每次看他的故事就感覺很像那個 悲劇大戰的黑武士 很像 有點像 本來就是大家很期待的一個 備受崇敬的一個角色 就是未來的羅德隆的國王 對 結果自己 變了一個更大的國王 對 超大 超大 可是住在冰天雪地 堪稱是魔獸世界歷史上 最受歡迎的一個資料片 而且他當網到他被推倒 大家都以為故事結束了 結果沒想到在9.0 那時候他是3.0 巫妖王之怒是3.0 沒想到到 到了9.0 你還有他的戲份出現 這就是阿扎斯他傳奇的一生 這個IP就是 非常的實潛 那就是說 這一把其實就是 雙之愛商的第一版 實體版對不對 這個也是當時3.0的時候 上市的東西 對 其實他是配合資料片推出的 那時候全球就是 6500把 全球是限量6500把 那前100把其實是非常熱門 是用競標的方式 對 因為他其實裡面常有晶片 那你用他們專屬的驗證 其實可以去知道說 你這把晶片是哪一個號碼 像聽說第一把那時候被標到 不知道美金多少錢 反正是一個非常可問的數字 天價就對了 對對 那這把劍當初限量6500把 可是現在在你手上 當初怎麼收到他的 現在時候剛好有一個朋友 去上了一個遊戲的通告節目 然後他也是收藏家 剛好那個影片被看到 然後就有人在下面說 欸我家其實有一把 但是我放不下 然後我就馬上私訊他 私訊他之後 就問他說多少賣 他給那個價格 其實現在來講非常便宜 但是那時候 就是一個窮上班族 我就馬上跟朋友借了錢 然後匯還給他 我就等到年終獎金領到時候 才還給他這樣 就為了要 圓一個夢 真的就是這個真的是一品 就是假如說你是魔獸玩家的話 你看到這一把 其實沒有人不行動 就是為了要成為雙之愛商的持有者 費勁了 三進家產 對 三進家產 真的是三進家產 不過這一把當初推出的時候 真的很多玩家都很想要 可是買不到 對 就是買不到 可是他因為那個年代 其實很少推出 線上遊戲裡面的武器的實體版 那更不要說這一把雙之愛商 他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武器 那個年代啊 只要是有玩暴雪系的遊戲的話 不認識雙之愛商的 可以說就不是暴雪的玩家了吧 是 那你現在總共有幾把 舊版的雙之愛商 舊版的大概是兩把 所以都增值了至少二十幾倍 是沒那麼多啦 但是其實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家裡自己過來一把 然後以後自己的辦公室也要過來一把 對對對 所以這也禁錮了不少你的 我的靈魂 靈魂 荷包君的靈魂這樣 可不可以讓我拿一下 你拿力也酸了吧 這蠻酸的 其實真的蠻重的 我也想當一下巫妖王 幾六五可以突然重 是說舊版的 我們也大概知道 他當初問世 然後6500把 然後非常受歡迎 可是聽說去年就有新版登場了 是 所以我們今天就順便來介紹一下新版 剛好我也有收藏 有帶新版了 對對對 是 我們標題應該都直接告訴大家有新版 重點是 你去年知道有新版要開始預購 那你自己很興奮嗎 我當初只怕買不到 所以我那時候知道的消息 他其實是有一些倒數的這種行銷方式 所以他讓你知道有這個東西 怎麼買他也沒告訴你 然後他跟你講說 哪一天的幾點會開始買 他會先跟你講整個的設計和構造 然後一些資訊 那是你不知道買的方法 然後後來等到時間到可以買的時候發現 他根本不能運台灣 他不能運 對他就只有在中國的官網有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想說 哇那怎麼辦 其實透過至少四五位朋友幫我買 然後就有成功成功買到 但是他沒辦法直送台灣 所以那時候還先寄到中國的朋友那邊 然後再轉運回到台灣 哇這麼輾轉才有辦法到台灣 對那其實 因為這種東西 他不是一般的玩具周邊 他其實我們那時候還想了很多迷目說 如何讓他進台灣 其實有很多人跟我說 他買過什麼 像索隆的秋水 或是什麼 河道英文治這類的 你說武士刀 進台灣直接被抓去罰一個 然後還罰錢 一大堆有的沒有人 因為被視為武器 對 所以我那時候還其實去查了 台灣的強套 彈藥 彈藥關係條例 對然後去查說 欸他其實是有 開三刀跟武士刀是不能 所以我說 欸這個東西其實跟那個沒有規範 所以我就 我就硬闖 後來 然後在YouTube這邊直接說 其實這個東西他沒有規範 因為他主要他也沒有 所謂的 風力的 他沒有開封 他其實本來他也不是武器 他只是做一個武器的形狀 那他是金屬材質 對所以他其實基本上是合法 那 但是很擔心就是 每一個法官他也是有行政不一樣 嗯 那我們就就怕遇到 海關他不讓你過 嗯 對 其實我們 我進來是用電影道具的 展示的這種方式進來 對 就看觀點如何 他其實你看就是他旁邊的瘋了的部分 他其實一點都沒有 他是一個平均像鐵板的這種 這種方式 對 直接 錄給大家看 對對對 欸 靈魂被吸走了 哈哈哈 是 放過我 對 既然新版都帶來了 嗯 那我們就 恭請 新版雙子愛上的降臨吧 現在在我手上的就是 新版的雙子愛上的 收到他不容易耶 其實我那時候已經確認 從大陸出關 我每天燒香敗 每天燒香敗 真的 我真的還許願 我會怕我出死 就是我其實設定有一些停損點 不見了就算了 就是 就虧了錢 對 對 那我不要被抓去幹嘛 或是說被什麼管區 聽說會提爆 然後會變成是列路的 觀察門單 因為你擁有奇怪的兵器 文件品 那其實後來就一切都很順利 收藏一個東西 然後還要怕自己變 對 真的還是燒香霸佛 對對對 所以神有保佑你 有有有 還是是 狐妖王有保佑 狐妖王之神 狐妖王之神 暴雪有保佑 對 這一把說真的 跟舊版的比起來 我覺得有蠻大的一些差異耶 你是雙子愛上的主人 由你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 這一版你可以發現說它 它是一個全新開模的一個 新的一個產品 因為舊版它的模已經就是收回給暴雪原廠 所以現在以前的那一版是 Apple Weapons 他們這間公司做 但是新版的是有一個開天 就是中國一個還蠻知名的一個工作室 開天工作室做的 它其實整個就是 跟十幾年前的技術也不一樣 因為十幾年前可能是用一種 泥雕的方式然後再去翻模 再去變成是熔柱 但是現在就是有3D列印的這種東西 所以它會先從3D設計 然後再把它實體化之後再去翻模 然後再把它變成是一個金屬的 這個一個收藏周邊這樣 是可以從 這個新版的部分看到就是說 蠻多很特別的部分 就是尤其是在細節的部分 它整個羊頭的這個劍柄的部分 羊頭是比以前更雄偉 然後體積更大了一點 然後它的氣勢也更深 我們從握柄開始去講 像握柄這個裝飾的這個環 你光是拿在手上就可以幹 對 因為以前 舊版的時候你拿你不會害怕 但是你現在拿你會覺得說真的是 你沒有無謂要玩那個手套 對對對 對 你會覺得說你好像沒辦法去拿 對 它有戴手套 對 它有戴手套 哇 那我打傻的 對 這個帽丁是真的是尖的東西 對 然後它在一些裝飾的刻痕上 其實是更深 然後細節是更多 然後你看其他的部分 像這些裝飾的部分 像劍柄和這些立能的部分 它真的手碰到都很危險 你會感覺說像低板的部分 就很像是一把剛鑄造好的劍 但是這一把它是經過許多 許多的戰鬥 對 戰鬥 然後它的整個戰損的部分 是真的都有把它做立體化 然後劍嫩的部分 劍身的部分 它其實有一個特別不一樣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是更加深 整個劍嫩的一個外觀上的質感 所以你會發現說這個整體 看來這一支的線條感更漂亮 對 我們待會跟前板去做一些 比較會比較知道一些細節的差異 到底有哪些具體的東西 像我現在手上這一把是新版的 然後杜翰手上的是舊版的 好 那我們就請杜翰 從這個劍尾的源頭這邊 開始為大家介紹起 其實大部分在新版的部分 它各個部位都加強比較大 那像在劍尾源頭的部分 它其實還是比舊版的來的大許多 但是在這個骷髏頭的這個浮雕上 那其實它可以很清楚看出 它不是用同一個模具 去翻刻出來的 這個有點像是忍 新版的有點像是忍的頭骨 然後這個有點像是惡魔的頭骨 然後接下來到這個劍環的部分 也可以發現說 你看像這個像錦丁的部分 就是為什麼烏雕王它有手套 它可以戴它可以保護到這個 讓我們自己拿 可能就會自己就會 先殺敵一百自損三千這樣 對 然後 等一下 殺敵一百自損三千 直接就爆屁了 直接就已經 也太傷了吧 還有在這個皮革的部分 那可以看得出就是 舊版的皮革 其實你看這已經是10年多了 所以可以感覺出 舊版的皮革用的是比較好 新版的部分的這個質感是 沒舊版的那麼好 對 真的 新版有點擦強人意 這個舊版真的就很有 武器該有的那個刷舊的質感 而且光是那個質料 我都覺得比較好一點 以後可能假如說 真的它舊化了之後 或是說有被氧化了之後 可能就是要買好一點的皮革 自己再把它重裹一下這樣 自己再纏上去 對對對 握柄的部分我們講完了嗎 那其實很明顯的部分 就是像劍柄的部分 劍柄的部分 你可以從鏡頭就看得出來說 兩個的大小其實還是會有一個 差異性在 像楊頭的部分 它整個的立體浮條上 是較細節比較飽滿的 然後在戰損和刻痕的部分 也是比較多 但是其實像舊版的部分 也不來得這麼差 因為你可以去感覺到就是說 新版的電鍍感比較重 對 新版的很亮 電鍍感很強烈 那這個其實是先拋光電鍍之後 它其實還有上一層 比較像那一種消光的金屬漆 對 那所以就是它其實 舊版的它還是可以看到一些碎月的痕跡 就是有一些電鍍漆它是 它是剝落的 對 但是這個剝落的話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這兩個顏色還是不一樣 我個人還是會比較在 劍柄的部分會比較喜歡 舊版的色澤處理 對 它比較低調 可是質感相對的就提升很多 對 比較有刷舊的感覺 比較有像一個武器 有經過很多歲月的感覺 對 可是這一把的感覺 就是真的像是剛打造出來的 是 太新了 對 沒有那種刷舊的那種成就感 對 但是它又有戰損 所以就會有一種歷史上的矛盾 對 有一種衝突感 這算什麼反差 反差萌 一點都不萌 對 然後還有像這些舊版的鉚釘上 它是有上一種像銅色的那種 但是在新版它整個銅色的就是 就是一個銀色金屬 就是一個電鍍感 所以在這個細節部分 還是沒有舊版處理的這麼好 所以因為我們看到雙之愛商 第一眼最直覺的 就是會看到這個大的羊頭 是 所以它羊頭 我覺得它比較有優勢的是 它的就是體積比較大一點 所以看起來氣勢就會比較強 是 接著也來看一看劍身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雙之愛商最有名就是 它是符紋劍 然後在那個3.0的動畫裡面 阿薩斯也是拿著它 要召喚那個新的拉狗莎 也是先平舉 然後讓一堆那個像是 魔法力量的感覺 然後灌注在它的劍上 然後符紋會亮起 是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新舊版的這個 劍身還有符紋的部分差別在哪裡 劍身的部分其實很明顯可以看出就是 新版的它中間有做一個血槽 血槽 對 血槽部分 其實這個增加了滿大的一個立體感 然後它整個劍身的設計的長度 是比舊版還要長一點點 其實沒有多長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它增加了整個流線型漢 把它修飾掉讓整支的劍看起來是更完美 然後在符紋的部分它的刻痕其實也跟舊版的也是有些差異 舊版其實就是直接是刻在上面 不過它刻的算蠻細緻 對 舊版其實它在符紋這邊處理的也不錯 那新版的因為多了一個血槽的部分 所以它整個立體感是很漂亮的 那再來就是這個裝飾 這是新舊版都有的 都有 不過看起來 對 新版的比較華麗一點 新版比較華麗 它其實我一直在想 因為它其實官方設定並沒有介紹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但是它其實是 因為天遣君它包括了不死竹 它其實還有整個是像蜘蛛帝國 以前我們在三年的時候有打一些副本 然後裡面是 它是天遣君整個裡面是有包括縫補啊 然後吸血 然後和蜘蛛 所以它其實應該是代表所謂 它的另外一個支派的分支勢力 是 以健身來看 我覺得新版的雙齋衫做得最好的其實就是這個戰損 對 戰損這個看起來就很有味道 非常 那我們看完新舊版雙齋衫的一些差異之後 我就想要問你了 作為雙齋衫的持有者 這個新版跟舊版 你如果給它評分的話 滿分100你會給舊版多少分 舊版我覺得假如說以它是單收藏品來講 那時候其實我自己就已經給它90分了 90分嗎 很高耶 因為它真的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因為它是以一個收藏品來講 在那個時候的 我們先不妨價位 因為價位其實那時候也不貴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價位收藏到這樣的東西 其實真的是很夢幻 等一下 什麼叫做不貴 有人用年終獎金 先跟某借錢 這樣叫不貴嗎 嗯 跟現在的物價比起來真的太便宜了 是啦 那畢竟是10多年前的物價 沒錯沒錯 舊版你給了它90分 算很高分耶 蠻高分的 那新版你給它幾分 新版其實 因為你其實心中已經擁有舊版的印象 持有了這麼多 所以你對它其實是會有個期待 但是它整體就是對一個收藏家來講 它其實也很完美 但是它必須會被挑剔到 因為它有一個比較 所以我覺得會給到85分 中間還是有5分的一個落差 是 它太經典了 對 應該還有說它在整個細節處理上 它會更像是一個電影道具 就是因為很細緻嘛 對 不過我自己看完這個新舊版之後 我真的有一個很大的感想 就是新版舊版其實都有一些 它好的地方 跟有點可惜的地方 如果它將來不管多少年 它如果還要再推第三版 然後可以結合這些 就是把這些缺點去除掉 然後把各自的優點 結合在一起的話 我覺得那會是一把很棒的裝在上面 對 最好它還加一些特色 就是 特色 對 像我們都希望它浮紋可以發光 然後最好還加個呼吸燈 然後羊頭最好還可以噴個煙這樣 對 整個就像從CG動畫 擷取出來的那一把浮紋 瘋了 這遊戲好大 有魔力的那種那個 你是多想當巫妖王啊 我曾經有想過找Cosplay的道具師 就是做一把有那一種整個氛圍的感覺 對 它有那種藍色然後 結合光燈光特效那些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技術是做得到的 所以只能期待第三版到時候用更好的一些材質 做出來直逼金屬感的光澤 還有細節的呈現 可是又能夠增加一些光影特效的 對 這是玩家的期待 收藏家的期待 那到時候我們可能已經60幾歲了 沒問題 那時候再收一把 對 那時候魔獸世界應該是幾點零 20.0 20.0 有可能 對 今天謝謝你 沒問題 對啦 好啦 未來的事情很難說啦 不過我們就是好好活著 好不好 期待之後那個魔獸世界 看它之後改版到什麼程度 再來就是我們也可以期待 哪一天他們又推出了新版的雙仔 這樣 作為玩家一個陰切的期盤 有3.0就收3.0 4.0再收對不對 80歲 90歲 都收 對 所以報學盡量去消費 烏妖王這個IP版 對 消費到 他元老都已經走光了 想要繼續消費 對 然後這個就真的就是 他5.0就是生土燒給我們 對 燒這種東西到底是 燒這種東西 真的要統御靈界 真的無妖王 統御之虧也要一起燒 好啦 我們今天真的很榮幸邀請到杜翰 帶著我們的新舊版的雙自來廠 一次可以開箱給大家看 真的是大包嚴夫 那杜翰本身呢 他有他自己的FB粉絲團 叫做這房間沒有老婆 裡面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公仔收藏 很多的藝品 都是很難收到的 那他都在他手上 所以大家不妨去他的粉絲團訂閱一下 持續關注他 今天也很謝謝大家收看啊 在大家去杜翰的粉絲團之前 不妨幫我們先按讚訂閱 也分享一下 給你的魔獸世界玩家 還有如果他是阿薩斯的粉絲的話 貼給大家看 今天很謝謝杜翰 光臨我們的OVC 為我們帶來這麼精彩的開箱 謝謝杜翰 謝謝 掰掰 生殖器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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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一張嗎 對 中有他就很容易生關 生殖器 哈哈哈哈 是那個生關的生殖器 喔~~想到哪裡去 我還可以殺死了嗎 呵呵呵 一本正情講幹話